LINE官方公告,与下列人一情况下,LINE公司得不事前通知,采取删除资料或内容,禁止使用LINE服务全部或一步,或删除用户账号等措施。 1.当您违反法律、法规、LINE服务条款或个别使用条款所在任何事项,或当LINE公司合理判断有该等违规之余时。 2.当您透过散布谣言,使用诈欺手段、使用武力或其他不正当手段损害,LINE公司信誉。 3.账号被反社会势力或其成员或相关人士注册或使用,或LINE公司合理判断存在该等风险。 4.除个别使用条款所在情况外,当您有一年以上未使用账号或LINE服务之某些部分时。 5.于任何其他情况下,当LINE公司合理认为难以维持您与LINE公司之间的契约关系时,例如与您之间的信任关系已不存在。 5.如果是初次违规,LINE官方可能会先发出警告,要求用户改正行为。 6.如果用户经过警告后仍未改正行为,LINE官方可能会将其账号停权,停权期间将无法使用LINE的任何服务。 6.如果用户的行为严重违反使用规范,LINE官方可能会将其账号删除,并禁止其再次注册LINE账号。